哈喽,大家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LB Anominium 星期五的时候就上涨 突破200天均线 底下筹码主力线的 蓝线跟紫质线呢 它都已经突破了 形势上是不错的 但是要不要追呢 这个呢就有所保留 因为这边有一大堆的套牢盘 这边之前的这个筹码主力线 还是有在那边0.465 它的收盘价是0.45 相差不到两分钱 真的是不要随便记追 这更高这边呢 有这个筹码风 哈喽盘0.495 所以一路往上去的话 有种种的难关 温如河突破200天均线 是一个好事 如果才有机会 站稳上去 温如河也是一个 马路讯号 做小反弹 因为这一个 他老板我不认为他有机会 他短期里面应该是很难 突破上去 就要看明天他到底有没有出现一个青色蜡烛 那时候再考虑要不要进场 0.465 是他的这个 是他的这个 更高的就是0.495 这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意见 谢谢大家